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的时间里这种事情很多 那今天从雷先生这一雷 这一声响雷就发展到今天 而雷先生这个响雷 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自己有点其他的想法 到现在这个想法对不了线 对不上号 警察拿出来的资料 对吧 警察拿出来资料 还有另外哥四个 跟雷先生差不多 那哥四个到现在不提了吧 怎么着也不知道了 警察拿出来资料给老百姓放掉 放在网上放出去 说他信他 谁信谁啊 咱说句难听话 谁信谁啊 在这个社会当中 大家不能够坦诚相知的时候 怎么叫信 怎么叫不信呢 我不是怀疑谁和不怀疑谁 我是说这前后的做法 中间有问号 但雷先生该不该雷 早该雷 而不是雷先生冤枉 是他活该倒霉 对不对 他倒霉在于今天 习近平上来了 雷他 那就活该 下的引子下的药 下的药是引子 为了后头能够转 这台戏得唱 但是这事呢 就看怎么把握 这事呢 能走到哪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 一直就说 这东西杀的都是狙击的 大家看到杀的都是狙击的 靠杀狙击的官员 以类似杀父济贫 他现在叫杀官 笼心 来表明共产党的合法性的话 只能说这样的手法是卑鄙 逗老百姓玩 别当真 那网上的最新的发展呢 网上走了 李春成呢 是中央委员 对吧 当了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 那最新的10名被举报的人呢 到了政治局 政治局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全国人大秘书长 李建国先生 被人举报 本章题目这么说的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建国 被网友举报 违反人事制度 提拔亲属 其实这消息呢 就那么回事了 对吧 这个东西根本就哈募动 政治局委员的 那但是这样的消息 出不来的呢 就有点 在新闻的角度来讲 就感觉有点乱 就是国内有点乱 因为这种消息 你不会造成他 就像雷先生一下 给雷下去 不会 这个明眼人都知道不会 这事会不了了之 但是他延续的 是这一次呢 所谓反腐的做法 他讲说 人大秘书长兼政治局委员李建国昨天遭到网友 韩崇光网络举报 举报说 李建国在担任山东省委书记期间 将其亲外甥张辉 用了仅仅八个月的时间 从副处级 晋升为副厅级 涉嫌违反中共党内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韩崇光的31岁是河北人在西安的在经营的一店五金的生意 是个生意人 那在当初这个反日保调的这个游行当中呢 他曾经极力阻止呢 这些打砸抢 那他今儿比较出名 被网络被媒体呢追踪报道 所以这个消息的报道 在我看来 就是网络反腐的人出轨了 我说出轨的意思就是说 网络靠举报反腐 跟党中央希望的方向 有点不合拍了 不咬扣了 至于这件事情会怎么样 我个人觉得呢 会仅仅昙花一现 不会太深入 因为罪名本身也没有那么大 这就是 但是从新闻的价值来讲呢 这是个方 这是个新闻热点 同一时间就在昨天 今天早晨连续大概两个小时 大概我们就看到了 另外一个在四川成都 一个在深圳 另外两个大概厅局级干部被咔嚓 网上报道是这么说的 中国成都新都区国土局局长被双规 成都的纪检的人员呢 称毛一新呢 涉嫌严重经济问题 那这个区呢 实际是呢 成都市北部的一个工业区 它是从06年开始 因为它是一个新开发的工业区嘛 所以有大片的土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被买卖 那作为国土局局长呢 他自然有这个权利了 所以就出事了 那有人说是不是跟李春成有关系呢 我个人觉得呢 有关没关就那么回事 关关在一起 大家一块发财 你说谁有关系 谁没关系呢 所以我的着眼点不在于跟李春成有没有关系 而在于今天杀的都是厅局级 另外一个 深圳寄生办主任涉嫌伪纪接受调查 这是今天拿出来的消息 而这个人呢 姓江 叫做江汉平 他讲说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55岁 那我的看法还是那句话 杀的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杀这样的概念 杀这些人呢 为了向老百姓表明呢 当官不是保护伞 对吧 表明共产党的清廉 表明新一届的领导人有新的做法 新一届的领导人非常的开明 非常的严厉 非常的严肃 非常的公正 靠一个体制之下 老百姓要靠一个人公正和不公正 和心目中的公正和不公正 他们要做出样子 但是做出的样子 被杀的人 他是有很明白的 就像说官员得财产 官员得把财产家里财产公布 这话对不对呢 这话实际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党的官员 高级官员反对 但是要求低级官员作为试点 跟杀政局 停局级的这种做法是一样的 反贪反腐呢 习近平在他的有限的讲话当中也提到呢 不反贪不反腐呢 就会亡党亡国 亡党亡国的我们的说法呢 这是错的说法 这是错误 这是我们在体制之下 被党的整个党文化的这样的教育过程当中形成错误的概念 党能亡 国家一直有 对不对 动向杂志香港的 写了一篇短文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只会亡党 不会亡国 他讲说 整个十八大呢 开会本次会议呢 是很滑稽的 这一次会议当中 中共的元老们介入之频繁 背后权力斗争之激烈 外围民众观望焦虑失望都是空前的 除了不知所云的空话套话 能以共识之之的就是腐败会亡党亡国 这是所有人都知道 但是实际上 中共的党政各级的贪腐越演越烈 数额之大 手段之恶 范围之广 超出了老百姓的想象 紧接着他就讲说 腐败根源就在于中共独裁的党天下 他说的也很简单 腐败源于贪婪 每一个人都贪婪 源于人性当中不好自私的一面 这是任何制度之下 每一个国民都都具有 都要面对的 但是前提就在于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任何正常的宪政国家的国民 对政府握有权力的人 从来都抱有极大的戒心 于是他们千方百计的 去去限制政府的权力 去实施监督的权力 终于使得权力 成为关在笼子里的野兽 承认个人 个体本身人性上的弱点 但同时在社会制度方面 来限制个人握有权力的人 人性上的弱点 但在极权的国家里则不然 这些握有权力的人 在制度上设计 那千方百计的摆脱制衡和监管 以加强中共党的领导为借口 以各种谎言欺诈 将自己置身于无法无天的 这种境地 自己就成为了绝对的权力的人 那腐败自上而下 野性十足 肆意狂暴 像一只野兽 然后紧接着讲说 中共的腐败已无法根治 直接威胁到自己的存在 问题的要害在哪里呢 其实分析来分析去 真正中共的腐败的原因 就在于中共独裁的党天下 共产党自己本身 然后他紧接着说 政党不幸 那就是国家的幸福 所以这话说的挺绝的 亡党并不可能亡国 政党不幸而国家之幸 中共一直以亡党亡国来吓唬老百姓 一副非我莫属 以党代国的那种嘴巴 这恰恰证明了 中共是以党篡国的野蛮心态 是一党专制之下的政治野蛮 腐败的最好的诸解 我觉得这个就说的非常到位了 对吧 党高于国家 党高于老百姓 所以这就是独裁的 所以腐败就会亡党亡国 都把自己摆在一个老百姓之上 奴隶主的味道在说这个问题 对吧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